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刚刚的暑假 我也和大家提及过 也有不少朋友认同 其实我们买什么防守球员都未必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请个好的防守教练 令到我们起码现成的球员都可以打回一些 似样的有组织的防守 但很可惜 曼联没有听我们的宗告 也没有防守方面 没有改善了很多 老实说 甚至还差了 原来有另一队球队真的有听我们的 结果今年他们的防守纪录改善了很多 这队是车路士 车路士刚刚暑假找了一个防守教练 去到他们的球队 叫Anthony Berry 其实 大家有留意 英超都知道 车路士今年的防守真的改善了很多 老实说 我也想象到如果我们有一位 类似的防守教练来到曼联的话 我们的改善 甚至可以 比车路士更多 说回这件事 究竟是怎样 林伯特就找了34岁的Anthony Berry 加入 他的教练团队 专门负责两件事 第一就是后防那边怎样组织也好 因为去年实在失太多球了 另外在进攻方面也有帮手 原来死球战术也是他有份想的 老实 我去年说是防守教练 但如果我们进攻的死球 记不记得我今年 连续好几场的柏大巴角都有提到 就是我们真的浪费了很多国球和罚球 明明很多有球的机会结果就差不多 好像也没什么进去 这个也不是今年 说回车路士 他们去年在英超失了54球 有15球 都是死球而失的 就是别人的罚球或者国球 但是 但是 当Barry去了车路士之后 他连续重整了后防 今年 只不过失了12球 还要有4张 在刚刚的7场比赛里面 表面那阵就是签了 Tiago Zewa 以及找了Menty去做龙门 这是表面那阵大家看到的 但其实根据 这个新的记者的理解 其实他说这位 教练 才是一个 里面一个硬身Hero 大家都 见不到 但是 不出名的 英雄就是他 无名英雄就是他 他说 怎样来的呢 他们怎样找到Barry呢 原来林柏特 在机缘考核之下 找到Barry Barry之前教过 Ecrington Stanley Yovall 和Chester 然后 去车路士之前教过 韦根 那么 林柏特 怎样在机缘考核之下 认识到他呢 就是 原来 他们一起上堂的时候 林柏特就认识了他 他们 在上堂的时候认识了他之后 林柏特就发觉这个人很厉害 他说 做事的仔细度 是非常 非常 之重要 做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仔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人在防守方面又那么好 又做得那么仔细 一定要找他来帮忙 当然 车路士在 英超的防守里面 基本上是排第二 在欧联的小组赛来说 只是失了两球 就算刚刚那场欧联的比赛 他们赢了Rain 3比0 你都见到 Barry除了平日训练去做事之外 在球场上高也都出来叫 当他们防守死球的时候 叫车路士球员 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 这些 激情的东西 我想我们在曼联 就比较少些 又或者 记不记得 我们失了那球 丹巴巴的球 是有叫的 不过你见了 Mike Feeling 叫到没气 都没人理解他 这些真的是个分别 那 所以呢 他 这位 Barry 车路士的影响 真的相当之大 刚才就说了 在防守方面 但是 除了防守之外 车路士今年的25个英超 里面有7个 都是来自死球的 尤其是 苏玛这个中坚 真的好像换言一身 今年 他以前踢英超 一季最多都是入两球球 那么大把 但是苏玛现在踢了 十一二场球 已经入了 四球 老实说 你今年可以看到车路士 这堆球 有了Anthony Berry 这位教练 去了车路士之后 影响有多大 无论在防守的纪录方面 又或者是 进攻的入球方面 所以 老实说 我们曼迷早晨的确有很多想法 也有很多提议 但是很可惜 我们球队就采纳不了 而你见到我们的对手 车路士采纳之后 分别就这么大 所以 我都冲心再希望我们曼联 可不可以 认认真真 我最记得当时说的 你几亿 或者一亿几千万 签个后卫 但是有一个更便宜 更有效的方法 就是找一个好的防守教练 谁知 车路士 找到一个不仅是好的防守教练 还可以教会死球的进攻 令到今年 成绩真的不同了 老实说 虽然 Anthony Berry 我们可不可以叫他过来呢 我就真的不敢说 因为林伯特 跟他 未出名的时候 已经认得他 也看得起他 OK 但是 世界上还有很多这些教练 希望我们曼联可以尽快找到一个对用 唯一这样想吧 我们继续曼联球迷 OK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这一节来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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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